大家我们只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从昨天开始受到南方水汽的影响 我们全台湾都下了一些雨 甚至在我们中南部雨势还蛮明显的 那么目前雨势已经逐渐的缓和下来 预计明后两天还会更缓和 但是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这波水汽 目前正在逐渐离开我们台湾当中 但是从云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持续还是有些发展比较深的对流云气 还是持续在影响我们台湾 所以预估虽然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逐渐缓和 但是后方还是有一些比较浅薄的云气 所以明后两天持续会受到这些产流云气的影响 云量比较偏多 甚至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争雨 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 来看一下今天主要下雨的地方是在我们中南部 尤其可以看到在我们台南跟高雄 整个降雨是相当的明显 这跟典型冬季的降雨相当的不一样 会主要下在南部其实是在冬天 不算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主要是因为这一波水气是从南方过来的 是受到西南风 把南方的水气给带上来 所以主要下雨的地方 主要的阴风面是在我们的中南部跟东南部这附近 所以也跟之前几波风面南下的情况是相当的不一样 那么预计明后两天 我们台湾是持续受到这波水气的残留云气的影响 所以雨势虽然会绝对缓和 但是云量也还是比较偏多 全南湾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预计在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 可以看到还会再有一波风面云气南下 不过预计下一波即将到来的这波风面云气 跟目前影响我们台湾的这波是比较不一样的 现在影响我们台湾的这一波 主要是西南风带上来的 比较像是夏天的天气系统 那么在礼拜三即将南下的这一波 是从北方南下的就是典型的冬季的天气系统 所以预估整个主要下雨的部分也不太一样 目前这一波主要是中南部的阴风面 那么在礼拜三开始北方的这个风面云气南下之后 主要下雨的地方又会集中在我们的 阴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跟东半部 那么在礼拜三风面云气很快的通过之后 礼拜四东北季风又会有比较明显 真的想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度又会开始往下降了 来看一下外期天我们下雨的范围 明天主要是全台湾都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降雨的情况会比今天环和许多 礼拜二跟礼拜三主要是在我们这个阴风面 北部跟东北部还是有一些雨事 礼拜三的下半天因为风面云气南下的原因 所以阴风面的降雨会有小幅度的增加 到礼拜四的时候风面云气比较快的通过 随着风面后方比较干的空气下来 整个雨事会比较明显的缓和 但是阴风面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 也还是持续要特别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从风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两天 整个东北风不算是很强 主要是因为也有一些先偏西南风的影响 但是在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 随着北方风面云气南下之后 东北季风又会再度比较明显增强 除了沿海地区的风浪会变得比较大之后 提醒大家前往海边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这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当然也会把北方的冷空气给带下来 那么从温度的图像可以看到 因为这一次目前影响台湾的事 就比较属于偏西南风 南方的天气系统 所以可以看到温度并没有很明显的往下降 时度的等温线都还在中国的长江流域附近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温度不算是很凉 但是因为云量比较偏度的关系 所以白天温度上升的幅度不算是很快很高 那么可以看到在礼拜四开始 随着东北风灾度增强之后 10度的等温线又会来到中国的东南银海附近 连零度的等温线也会跨过长江流域 所以礼拜四开始又会开始变冷了 主要是中部以北跟东北部要特别注意预估地温可以下降来到15到16度 那么南部的话呢以后小幅度的这个变冷的情况 来看一下外景天文北部的天气跟温度趋势 主要是礼拜五之前占有的几率都是比较偏高 只有礼拜三的白天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 但是占有几率有30% 礼拜三之前的温度可以看到低温大约是17到18度左右 中午高温大约是有23到24度 所以早晚还是会有点偏凉 礼拜四跟礼拜五主要是受到下一波 这个东北季风南下跟冷空气的影响 低温又下降了来到大约15到16度 中午高温上升幅度也不算是很高 只有20到21度左右 南部的话可以看到主要是明天还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降与机率有高到80% 礼拜二跟礼拜三云量稍微偏多 降与机率仍有三成左右 礼拜四跟礼拜五就会放晴了 低温的话 这个变化幅度不是不算是很高 大约是18到20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25到26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天气是属于比较湿凉湿冷一点 那么明后天水气持续是比较偏多 明天全台湾仍然都会有短暂的争雨 而且这个礼拜是比较湿凉 甚至是有点湿冷 尤其是从礼拜四开始 提醒大家期待雨具 那么这个礼拜四开始 东北风也会增强 也会开始降温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永远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